Hello 我是Yanny 今天趁着有空和大家沖杯茶 聊聊姜黄的问题 姜黄有被称为田中的黄金 它是属于生姜科 它里面独有的姜黄素 有很强的抗氧化性和抗炎的效果 它本身带有一种很强的香味 但它吃起来有点苦 有点甜和有点辛辣的味道 什么叫姜黄粉呢 顾名思义将姜黄磨成粉叫做姜黄粉 其实姜黄粉在印度古医书阿玉废堂里面 记载已经有大概2500年的历史 其实它被广泛用于着色剂、染色剂、香料和草药的用途 很多人问姜黄和姜有什么分别呢 它们是否同一样 答案肯定不是同一样 但它们都是属于一个姜科 但相对来说 营养成分上和味道上都有很大的区别 姜的话在我们中国人料理里面 经常会用它来做一些去腥的作用 和增加味道的一个层次的作用 很多女生秋冬的时候会觉得四肢法 它也有一个好的改善作用 姜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活性物质 其实就叫做辣姜素 辣姜素和姜黄素 其实就是两样不同的东西 辣姜素这样东西 其实都会有抗炎的作用 好了 我们说回姜黄粉 姜黄粉如果大家之前有接触过的话 其实都知道 譬如我们拿一个杯 然后加点水 将姜黄粉溶流之后就这样喝 其实相对来说 姜黄粉里面的姜黄素吸收率 其实是不大的 所以我们就要辅助另外一些物质 将姜黄素的吸收率提到最高 这两样东西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油脂 因为姜黄素是一个脂溶性物质 当我们去吃姜黄素的时候 增加一些油脂的话 就会帮助姜黄素的吸收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黑胡椒 或者白胡椒 其实都可以的 因为胡椒里面 含有一个胡椒茄的物质 这种物质的话 也有助姜黄素提升吸收率 其实最后一种方法 可能大家会少接触和少听 其实就是加热 加热的话 其实也有助姜黄素吸收 好了 我们谈谈一个人一天 究竟要吃多少姜黄粉 其实之前世卫组织 已经给了一个明确的食用份量 每一个成人每千克的体重 每天可以涉入的姜黄素含量 大概是0-3毫克左右 以一个成年人60公斤的体重来计 其实每天涉入的姜黄素 大概是200毫克左右 换算成为一个姜黄粉 每天就吃5-10克 好了 很多人问姜黄素应该什么时候吃呢 是早上吃中午吃还是晚上吃呢 可不可以空腹吃呢 其实答案也是可以的 因为姜黄素本身 它有一个保护胃黏膜的作用 但是因为姜黄素本身 它是一个滋溶性物质 我自己建议也是在饭后吃会比较好 很多人问Yenny 其实姜黄素这么好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吃的呢 其实答案就是不是的 那建议人不适合吃呢 以下这些人就要多一点注意了 第一个就是孕苦 第二个就是有胆结石的人 第三个就是肾不好的人 那最后一个问题了 市面上的一个姜黄粉淋淋种种 究竟我们要怎么选呢 其实呢 在我的角度里面 记住一条规则就可以了 尽量去选一些有机的一个姜黄粉 因为其实有机和没有机的一个姜黄粉的话 有时候姜黄素含量是有时相差到很大的 那如果你是一个白领 平时可能没什么时间去做一些抗液的饮品的话 我自己就会建议大家去转购类似这些姜黄茶包 平时用来冲就很方便了 好了 那今期我们第一个姜黄介绍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